3-1 個中產檔 今天我們會講一個Hot Topic 但我不知道播映時已經Hot不Hot 就是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算我們說一個Hot Topic 其實坊間都真的沒有什麼聲音 因為我都看過有幾個不同的電視台 或者網媒去做關於財政預算案論壇 是沒有人看的 舉個例子 蘋果的動新聞搞了一個財政預算案論壇 你猜有多少人看一個Youtube 一千九百多人 你想想蘋果動新聞這麼大個台 他們搞了影片起碼有幾萬人看 這就是一千多兩千人 我想這個純從政府立場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財政預算案 因為沒有人看就更加好 越來越看就越好 但當然 罵的人就有很多人罵 沒有人看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跟去年是很相似的 有一些東西其實你是很難去量度得到那個效益 我等一下都會去說 所以我們會將財政預算案拆開兩部分說 有關派堂那部分其實是會留在第二部分說 這個也是香港市人民最關注 我也都覺得很合理 因為這些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不應該一般市民去理 一般市民就是自己最關心的東西 就是直接的利益 但是即使我們撇除了派堂不說 其實我覺得坊間那個評論水平是相當之低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原來今時今日都還有很多人是未搞清不倒 究竟什麼叫做財政預算案 什麼叫施政報告 他們對於陳茂波很多的批評 其實都應該在這個 舒政公務公佈的時候去罵他 紫棋思的那些批評 是不是坊間一般人 是一些應該已經是專業的 第一是專業的時事評論員 還有專業的議員 還有議員 然後還有所謂經濟學者 這三堆人去評論財政預算 我真的看 我心裡做什麼差事 其實我經常都舉一個例子 就是郭榮鏗問 你的財政預算案經常都提到大灣區 為什麼你陳茂波不說一下香港應該加入 進入TPP 即是亞太經貿合作組織 即是跨境合作組織 然後我心裡想 這些事情到陳茂波作主嗎 喂大哥 TPP不要說陳茂波 林鄭也沒有資格作主 這些事情是外交 你知不知道如果陳茂波說他支持加入TPP 是違反基本法的 國防外交的事情 是由中共去決定的 就算你投訴 都是向林鄭投訴 搞錯了,然後將很細緻的事情去質問陳茂波 譬如譚文豪問 為什麼政府不買X桑機去加快海關的清關速度 然後郭嘉琪說 為什麼那些工人不加飯中錢 喂大哥 你現在當陳茂波是黃大仙 這個事局塞了 麻煩你幫我講 這些就是用區議會的角度來看待一個香港 中央政策 但問題是香港從來都是用這個水平去看待中央政策 大家都不太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總之我有些什麼要的 那對啦 你現在財政預算案跟錢有關的 我要的東西就是跟錢有關的 所以我就說了 喂 一些施政方向 你應該在施政報告做出提問 一些很濕碎的東西 你應該找回政府屬下的部門去追究 財政預算案做什麼 只要批錢 如果他批了那些錢 那個部門沒有積極跟著很簡單 你應該去質問的就是 你政府不是批了2000億給這個醫管局去建醫院 為什麼起來起來起不到的 那些錢究竟有沒有用到 你可以這樣質問 但是不要質問 喂 喂 陳茂波 為什麼醫院起不來的 站得這麼慢的 你有沒有去督促工人 你弄錯了這些科技 令到覺得 你香港的政府的施政水平是低 但因為問題就是 你們監察的水平都很低 還有一樣 當然我就想說了 這個就是我要嘲弄下 那些所謂經濟學者 所謂經濟系教授 就是有兩個經濟系教授 一個就說什麼 他說現在這個香港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其實是很欠缺長遠規劃 我真是心想 你讀什麼差異經濟學流派的 喂 長遠規劃這件事 首先當然我亦都不同意 在這個財政預算案做 應該是施政報告做 喂 通常什麼國家會有長遠規劃 你問我呢 我真的沒聽過 美國有一個財政預算案 是會有長遠規劃 新加坡會有長遠規劃 但他長遠規劃什麼就是填海 以及人口政策 但是你問我 如果在香港要搞什麼產業 或者不知什麼產業的長遠規劃 那跟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共產黨最喜歡五年計劃 八十年計劃 你們這些經濟學者 是不是想香港走回共產主義時代 如果是這樣就要長遠規劃 香港很多人 當年我一直都說 很希望會有一些很長遠的規劃 譬如說那個叫做 什麼退休 那個叫做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全民退保 或者是 那時候就很喜歡 就訂了一個基金出來 然後那個基金 那樣基金 原來基金 大家希望做一樣東西出來 就是以後做了出來 哪一筆錢撥了出來 就是今後一個基金搞 或者今後什麼 就是今後一個基金搞 那時候也批評 但是我都覺得這個疲憊 那叫基金治港 批完基金 基金都不用 那放在這裏 基本上有等於沒有 但是你覺得這些是長遠規劃 那別人已經 謝了你了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在我們來說 我們會覺得就是 我其實不是崇尚自由經濟 這個跟你有少許分別 我也是很喜歡計劃經濟 我只是以為那些是計劃不到的 你怎麼計劃到 你怎麼計劃到 因為市場是訊息萬變的 你就算定了一個所謂的長遠規劃 你都要每年修改 是唯一一些東西是怎樣要長遠規劃 基建就要長遠規劃 因為要跨不同代的政府 可能這裏政府已經整理了 下一隊可以繼續做 但是基建我們就沒有長遠規劃 我們什麼時候長遠規劃 那些什麼港珠澳大橋 什麼大灣區9加2那些 不是長遠規劃嗎 如果你問我那些 就像是長遠規劃 但是那個港珠澳大橋 其實是講了十幾二十年之後才開始做 那這個就是長遠規劃 但是規劃很長遠 規劃了二十年三十年都還沒做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基建 最應該長遠規劃的 就沒有長遠規劃 因為現在所有的土地問題 如果土地問題 都不能立即解決現在的問題 總而言之不能解決現在的居住問題 的土地政策 就不應該搞了 我可以簡單來說三項循環 人口 我們之前都講過 好啊 你說要收回單程證 政府就是收回不到 你可以怎樣 你就是搞港獨 如果搞港獨我支持 但是如果你不是搞港獨,只是打算吵說說說 這些也都不是一個所謂對於政府長遠規劃的建議 好了,講基建 當然現在政府有很多長遠規劃的基建 不過它是一些失敗的長遠規劃 其實最好就不會有長遠規劃 就不會有基建 因為整天政府都是用長遠規劃這個角度 來起三跑,起江珠澳大橋 還有一件什麼長遠規劃呢 就是增加經常性開支 這個是最慘的 我覺得政府有少少吃了四碼 有人說今年教育都沒有什麼放錢 就是這個長遠規劃 大哥啊 前兩年加上今年 政府在教育上面 除了通脹以外 是加了50億的經常性開支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它增加完經常性開支之後 你感覺不到教育又有改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加教師人工 將一些文盟教師、升族學位教師 以及每一間學校加多一個行政主任 今年可能加多一個社工 我也很有信心 在十年之後 你看回頭 增加了這些所謂長遠規劃的經常性開支 你都不會感受到 因為長遠規劃 不是你好像吃藥一樣 吃完就好了 經濟增長了 它是很潛移默化的東西 做了你可能都不太感覺得到 拉長慢慢用十年、二十年 你再看 可能是會有少少少東西做到 這一個經濟學的評論 我覺得是不合格 如果這些人再主導香港的經濟學教育 我真的很擔心 還有一個經濟學的評論 它說 香港的收入很不穩定 其實你不應該增加政府的開支 增加到GDP 22% 因為這樣可能會有結構性的財赤 香港 已經有十幾年 連續十幾年的營餘 我們是叫結構性營餘 你和我擔心結構性財赤 為甚麼差事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應該用現在的賣地收入 成立一個穩定基金 將來就算市況逆轉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基金 平衡政府的預算 如果我是一個牛頭角順數 我是一個合理 牛頭角順數就是 我不知道錢怎麼擺 我將這塊錢放在床底 這塊錢就是我將兒子用的 他升學的時候在那裡拿 政府是一個專業的財政機構 而且更加重要就是這位經濟學者 有沒有想過 現在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 再加上這個外匯基金結餘 是有1萬7千多萬8千億 你現在跟我說政府沒有錢 所以要找基金來調節政府開支 你不是傻了嗎 然後這些就是所謂的 香港的財政預算案評論 我真的覺得不需要看財政預算案 有些這麼低質素的評論 我就覺得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做到幾垃圾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會看得到 究竟問題或者它的好處在哪裡 你看看你講到財政預算 你多麼激動 而我對於這個財政預算案 基本上我都覺得 沒有了對台 對那些人已經沒有了反應 因為大家講的都是好生腹屁 而且大家都已經完全是對於 對於整個什麼叫做財政預算 究竟什麼叫做公共理財哲學 我都說了 這個我開了名字說 毛孟靜的公共理財哲學是什麼 是應洗則洗 我心想這個世界哪個政府的公共理財政學 公共理財的概念不是應洗則洗 原來這個國家的公共理財哲學 就是不應洗也要洗的 會不會是這樣的 這些不差是公共理財哲學 立法會議員 然後號稱監察這個市民 為香港市民監察這個香港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然後這個人去投票去決定財政預算案通不通過 你是不是哭得一句句 英勢得洗也是一個很 你有你的英勢得洗 他有他的英勢得洗 你的英勢得洗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說出來 英勢得洗是這樣 但是是有一個很特別的財政作業 譬如我心想要英勢得洗 我認為 你直接說你什麼叫英勢得洗 就是你的場證切 我說英勢得洗就是 有錢的時候就不要亂費 但是當經濟不好的時候就亂費 就反而亂費 這是一個外因私的 但是現在那些人就是 很多人譬如你社福介育 有錢的時候就丟多一些社福 如果沒有錢的時候就要丟更多社福 那政府就用回這個概論 有錢的時候就積負房機 更加有錢的時候就開完擠樓 這些不是哲學 這些叫totology 這些是任你說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我自己很簡單地說 你要我評論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應該由財政預算案的評論有幾包包內置 但下次我們再說另外關於財政預算案最重要的一部分